好 今天今天的朋友现场 我们继续带你来聚焦的是 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对话 今天2号开始呢 即将在新加坡来举行 美国原本很希望说 在这一次的相会 希望中美两国的房长 可以在论坛的场边当中 会面或者是有场边会 但是会前就遭到中国大陆拒绝 现在路透社就分析说 中美关系的紧张 可能会让这一次的国际峰会 蒙上阴影 而其实呢 在香格里拉峰会的前夕 大陆的房长李尚福 就先跟新加坡房长黄永红 昨天就先进行了会谈 这个会谈当中触及到台海议题 而李尚福他强调说 绝对不会放弃对台使用武力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ve confirmed that they will not be meeting And since China announced its decision to turn down a bilateral meeting between General Lee and Secretary Austin The Pentagon has also released news that the Chinese fighter jet last Friday had performed and this are the words of the Pentagon the Chinese fighter jet had performed and necessarily aggressive maneuver near a US military aircraft that was flying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so I think this is already creating a rather tense environment for the dialogue 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 也就是所谓的相会与会者 有来自49个国家 共计600多名代表 开幕的晚宴是在6月2号 今天会举行 澳洲总理爱班尼斯届时 将会发表主旨演讲 接下来明后天 3号4号大会将会进行 7场全体会议 还有6场平行会议 预估会议期间 有关国家会进行多场的双边会谈 或者是多边会晤 好 根据先前外媒做出了 一个这样的报道 就说呢 这个香格里拉会谈前夕 美日 澳飞 四国的防长 他们打算举行 这四边的会谈 不过同时间 南海情势也相当紧张的 这些国家 他们也有所反应 好 这是菲律宾的海岸巡防队 跟美国海岸防卫队 还有日本海上保卫厅 今天展开首度并肩 三边海事演练 并且说要强化的是 联合行动力 还有保卫海域的安全 美日飞三边的这个海事演习呢 即将会进行到6月7号 菲律宾的海巡队 昨天在马尼拉港这边 举行欢迎仪式 迎接底飞参与演习的 美国史崔顿号巡逻舰 还有日本的秋金周号 大型巡逻船 美军也表示 这一回这个军演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整合三国的船舰 要展开联合任务的规划 主题专家交流 还有整体的搜救行动 当然是要让这三帮盟友 在海巡的方面是更加的紧密 当然这个建举中国大陆的意味 是相当的浓厚 好 尽管美中之间 在这个国防军事上面 互相角力 其实在经贸也是频频过招 很多人都说这是历史性的 一刻就是台美21世纪的 贸易倡议首批协定 在台北时间昨天晚间10点签署完成 也是台美将近44年来签署 这个结构最完整的贸易协定 内容包括了五大议题 好 要让之后的贸易更加的便捷化 还有良好的法制作业 跟服务业的国内规章 另外也加入了反贪腐 还有中小企业的照顾的部分 好 行政院告诉我们的事 是可以帮助这些中小企业 他们的出口的商品 到美国增加一些营商的机会 但是呢 其实各界都有不同的解读 好比说前行政院长陈冲 他就说台湾其实需要的是 跟美国签署的事 避免双重课税的协议 真正要落实对等的 自由贸易协定 投资保障协定等等 但他认为台美21世纪的贸易倡议 却只是安慰剂而已 而对此中国大陆外交部 也有所反映 他们表达的是坚决反对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他表示要求美方不得 跟台湾商签有主权意涵 跟官方性质的协定 好 官媒环球时报 同时也批评了 说台美21世纪的经贸倡议 其实是不对等的协议 批着所谓经贸外衣 但做的还是政治上的盘算跟交易 也是美国压榨台湾 好 不过呢 说到美国为了要 抗这个中国大陆 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也扩大他们自己 在这边的经济上的伙伴 现在攜手13个印太国家 日前正式启动的是 印太经济框架 那美国总统拜登就说 要联合这个总共13个国家 包括了韩国 日本 印度跟澳洲 13个国家要合作 确保21世纪的经济竞争力 是重要挑战 围堵大陆的态势 当然是相当的明显的 好 大陆商务部的发言 他就表示严正反对 这样封闭对抗式的小圈子 好 不过同时间呢 这个是以东盟成员国组成 他们最终的目标是要取消 成员国之间90%以上的商品关税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也就是所谓的RCEP 今天在菲律宾这边正式生效了 大陆官媒央视新闻报导就说 这标志着全球人口最多 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 进入了全面实施的新的阶段 在山东资博 一批为菲律宾客户生产的 香矿玻璃镜产品 正在加紧装车 准备发往国外 凭借资博海关签发的 RCEP原产地证书 这批价值3.6万美元的产品 可获得菲律宾进口关税 减免1.2万元人民币 特斯拉执行长 他结束他旋风访华行程 他不光是深夜的时候造访 特斯拉在上海这边的超级工厂 还俏皮地对员工手笔爱心 展现出这个亲民老板的风格 好 不过有人说呢 这一回他的大陆真的是铁人行程 因为他一天就见了三位部长 包括了外交部长秦刚 还有商务部长王文涛 跟这个之前还有工信部的部长 另外呢他也见到的是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 跟大陆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来会晤 这也是丁薛祥首度跟外企执行长 进行一对一的会谈 也凸显出大陆方面 对于跟这个美气 包括了特斯拉的关系 真的是高度重视 走出门 走出门搭上通往机场的专车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已经在6月1号上午离开上海 搭上私人飞机结束旋风式访问大陆 工作狂马斯克夜访上海特斯拉超级工厂 不光是对员工的努力不懈表达感动 马斯克还手笔爱心难得展现俏皮 也不忘与这一场大家留下难得合影 而魁为三年再度访问大陆的马斯克行程超级满 先后与大陆外交部长秦刚 以及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面 离开前马斯克也和大陆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以及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碰面谈话 陈吉宁表示他欢迎特斯拉持续扩大 在上海的投资和布局 这次峰会摩根大通共邀请了超过2600位 来自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会者 与此同时华尔街巨头摩根大通 于5月31号在上海举办中国峰会 而被问到美中脱钩断裂的问题 执行长戴蒙直言 美中两国若持续隔空交货 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他表示希望两国有真正的接触 赞成去风险化 但呼吁不要试图脱钩 而不光是马斯克戴蒙等企业 大佬相继访华 传出这个人也将造访大陆 近期在台湾 升起旋风的 回答创办人间执行长黄仁勋 传出将于6月造访中国大陆 打算腾讯和大陆短影平台 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等 科技公司高层会晤 不过对此黄仁勋回应 他尚未决定是否要访问大陆 借铃和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